你还用我啊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你还要不太懂得 你还要不太懂 我懂了 可以再一次吗 謝福安 你可以跟我解釋一下 這是什麼情況嗎 是你叫我儘量刷的 威靈師你每次買那麼多相框 在我房間幹嘛 這一次我會幫你 小心的保存這些回憶 因為你知道嗎 每一張照片 都有屬於她自己的故事 等我們拍完婚紗照之後 這個房間全部都會是我們的故事 我要擺兩個大頭在那邊 然後你每天都看得到我的臉 但這個要擺哪裡 擺哪裡都不重要 反正以後這個房間的照片 都會是在浮滿山拍的 我還沒有告訴你 我們明天會回浮滿山拍婚紗嗎 沒有 你不是說你明天要進公司 所以這次去隨便拍拍就好嗎 以我的能力不回公司也是可以 反正我們明天就是要回浮滿山拍照 還是妳不想去 想 是大人想去 我好想要回身上看奶奶 我也很想念村長 也很想念胖蛋 連身上的油桶花我都很想念 那妳想念的東西還真多 給妳 油桶花的盆栽 怎麼會 反正是想開花的時候再送給妳 不過還是現在送給妳好了 免得到時候發生什麼事送不出去 幹嘛 幹嘛 這是妳第一次主動親我 那怎樣 不喜歡 不喜歡也沒辦法 不過妳的接吻技巧是有在加強 妳現在可以多練習一點 整個浮滿山那麼大 妳就找到這個鬼地方拍照 妳要 沒有辦法 新娘特別要求的 謝芬 妳們是來拍婚紗了吧 不是來受難的 來這裡幹嘛 這個地方對我們來說意義很重大 拍照當然要來這裡 來 妳放心 天芬 天芬妳在幹嘛 妳放心 村長早要把它貼去 快拍 快拍 就是這一刻 來 兩位在這邊 來 交一下 快一點 來 再開心一點 來 看這邊 看這邊 太好了 今天妳可以開工大集的 很好 來 快點 來 好 好 好 這邊 對 這邊 收回 這樣 靠近一點 好 奶奶 我回來了 這是我的習慣 我以前每次回家的時候都會講函 我以前每次回家的時候都會講函 我奶奶會在這邊寫藥方 胖皮蛋會在這邊寫功課 還有還有 妳看那屋頂上面破一個洞對不對 以前下雨的時候都會漏水耶 超麻煩的 然後 廚房在那邊 以前我們家沒有瓦斯爐 我超會生活的喔 還有還有妳看這個 這個可是我們家最值錢的東西耶 可惜下山的時候經費有限 要不然啊 我一定把它背下去修理 拜託小姐 八百年輕的機種哪有林靜患 請妳放尊重一點眼大風先生 這台電視機啊 可是我爸爸媽媽 當初在中央工會的時候 抽獎抽中的耶 妳都不知道啊 當時的場面啊 簡直是 簡直是那個 那個 姐姐是這樣 那時候電視機 剛抽獎還沒有裝到 我怎麼知道啊 反正就是簡直就是很那個 就對了啦 要是當時可以看到就好了 奶奶還有留下一張照片 可是我爸爸媽媽的樣子啊 我現在有點記不太清楚耶 也許中央工會 找得到那種袋子 奶奶 嚴大風對我很好 沒有欺負我 我應該早點回來的喔 你一定等我很久了 妳怎麼知道 看他死了 當歸啊 這棵大樹下長的當歸 就代表奶奶希望我跟皮蛋 可以朝朝回來看他 他不喜歡一個人待在這裡 混蛋 當歸又不是雜草 這一定是你們村長 不然就是誰種的好不好 那 那可能是他們想要提醒我 不可以忘了浮滿山的家 好 等我們以後結了婚 有我在的地方 就是妳家 所以不管是妳想回來看奶奶 還是想回來浮滿山 我一定會陪妳 好嗎 好 好 我要西點兒忘了拿給村長 好 走 你跟奶奶說拜拜 奶奶拜拜 奶奶再見 奶奶再見